I'm heading out to see the lights I'm heading out to see the world I'm doing all the things I should have done long ago 我最近存货发完了 存货已经都发完了 所以最近做的东西都是晚上做的 所以都是看心情来的 所以有的时候会问你们哪个调色 或者是要做其他什么东西 今天主要还是来讲达芬奇 因为剪辑这个东西好多人教 特效也好多人教 拍摄方面因为我有自己的套路 我也有自己的习惯 所以这个都只能在有空的时候做 因为我还没有盘好应该怎么做 因为太多细节了 太多太多细节要需要去跟大家说 所以先这样吧 今天我们调的是这个 特别拿了一个不是特别可用的索材 拿过来调 房间当时跟大家先说一下拍摄环境吧 右下角这个部分啊 右下角这个部分是一个穿帮 它是一个电脑 当时我是作为一个我们视频 然后视频旁边是映照 然后同时拍摄的 那个房子特别特别小 接着是BMPCC加0.7转接环 是835 当时应该推到的是24端左右 等效应该在35到30左右 然后光圈开到2.4 它最大可以开到1.3嘛 我当时开的指数是2.4 然后开的是4K 然后是60fps 然后用25帧回放 然后曝光的细节就不多说了 按照正常情况曝光 然后色温按照正常情况去调整色温 这个没有多说头 然后做出来的颜色就是这个样子 这里的颜色其实不是我想要的 因为这里你们看到的这个光 你们看到的这个光是当时摄影师的尼康的辅助灯 这边为什么先把这一阵给大家看 就是因为给大家看一下 BMPCC其实这一代的高感能力非常强 那很多人会觉得 那个要把噪点这个东西弄得越干净越好 我个人怎么说呢 噪点这个东西一人而异啊 你就算拿Red牌一样会有噪点 对那些噪点档我可以这样说 你们这辈子也拿不到你们想要的机器的 你们自己去玩吧 所以这点不多阐述 对于噪点来说 有的可以削 有的可以做成颗粒感 都是浮予 都是机器赋予本身画质的一个感觉 为什么有人喜欢玩胶片 因为照片拍完胶片的时候 在你进行后制一些印刷的时候 根据师傅的一个手艺的不同 有的师傅可以控制他的整个印刷的一个手法和温度 或者是他印刷的一个时间 他可以让整个照片的质感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你甚至可能会看到一个3D立体的照片 这是我们以前的时候碰到的有些师傅 他是可以这样把一张照片弄得非常非常好看 数字电影后期其实也是一样的 其实机器赋予的是本身的一个质感 我们想要做的就是 当你喜欢这个机器的时候 那你就把这个机器的质感发挥到极致就可以了 对于这个画面来说 重点是这样 对焦完之后 这才是我们真正有的一个画面 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然后我叫它稍微让了一下 但是它后来又进来 这一条其实是一条废素材 但是我就直接拿这条素材 来当调色案例了 其实就是这一帧 基本上如果你们要问我思路的话 我可以说我真没有思路 很多朋友就是会问你调色思路是什么 我这样跟你们说 我也会跟全友说 就是说如果我真的把很逻辑的话思路 能告诉你们的话 那就不存在于你们会调色了 这样子就可以任何的后期软件 就可以用电脑来支配了 就不需要你了 好是这个意思 然后就是我可以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们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每次做颜色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会做什么样的颜色 我只是觉得我当时当下 我就喜欢那个样子 我就慢慢的推推推 推到最后一步 我觉得这样的颜色我喜欢 我就OK 我是这样做视频 所以如果祈求 就是知道思路的话 其实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你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要 看的要很多 因为之前每次去看一些电影的时候 都很疯狂地去看他们的颜色 控制 很疯狂地看 所以非常喜欢 特别是喜欢 卷幅里面神探夏洛克的 那个剪辑调色转场 非常教科书级别的 所以我非常喜欢 非常喜欢 那种英式的打光和后期方法 那这一次不是按照这个 如果是真的要按照神探夏洛克 其实它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布景的 我是很想很想去尝试一下 把我的画面 然后去做仿调色 去往那个上面靠 看能不能做到 一个比较像的一个样子 然后对于这个画面来说 手动可以点钉单 后面会给大家说 怎么用那个插件 然后这边 其实如果你看 房间只有一个主光下来 那这边其实还是有反光的 那只能 那直接能看出来 这边的光是由这边反回来的 还有一点 这边反回来的光 它的光比是不可能达到这种亮度的 所以你们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这里有一个反光板 而且用的是影反 这边单独给你们讲了一下 一个曝光的一个小技巧 然后开始调色 然后你们现在看到的是 这样的一个节点 然后你们一定会很晕 这个时候肯定会吓跑一批 一批人 所以我重新做一遍 然后把思路告诉大家 好 拿到做的时候 我们先调到这一针 调到我们要的这一针 好 比如说就这一针 好 一样 之前就说的一级调色 然后我们点击到一定是黑色的地方 然后点击到我们要保护的脸部亮部 点击最亮的地方 然后再点击差不多中间调 中间调就是后面这个墙 好 差不多得到这样一个画面 然后我们就需要 其实我们看到简单处理一下整个质感 跟刚刚就有明显的一个不一样 好 好 然后 然后做完一只之后 做完一只之后 这边我其实不是特别想对饱和度做一个提升 这边我不是很想对到饱和度做一个提升 所以我在后面直接就加了串新节点 然后后面的串新节点干什么 后面的串新节点是一个 我当时觉得我要做饱和度的一个东西 虽然我不想把所有的饱和度提上来 但是饱和度还是要做的 首先要做的饱和度是窗框这些偏向于红木的这块颜色 然后第二个就是人物身上这个颜色 我们可以看到差不多是这样两块 然后其他地方全部把饱和度降下来 那我们看一下befast 仔细的朋友应该能看出一点很小的细节 但是一些颜色的层次进出来了 好 之后我开始要做层次 一直说的要做层次要做层次 习惯性的开几个并性节点 第一个并性节点干什么 第一个并性节点一样 我们要把脸框出来 这里脸基本上没有怎么动 所以我就直接开一个不跟踪的一个节点 然后这边要带上一点手 因为手的包裹也是一样的 好 然后这边再用吸管工具 这边直接吸 然后这边动包裹 好 然后其他的 好 这边闪就是要紧啊 这边闪到底要不要紧 这个闪要不要紧 其实不是看这边闪不闪啊 你们就很纠结 到底要不要 这边我告诉一下怎么选择啊 当你如果觉得这一闪的话 你直接拉一个颜色 比如说我现在拉的有点平红这样子 然后你在这边跑一下 你是看不到这边有东西在跳的 那就没有问题 就这一个标准 其他没有标准 跟大家说一下 好 然后继续 这边选择这边要动 然后第二个层次 这个时候是有点分析的 比如说这个房间 是光线是这样打下来的 但是这后面有一块很亮的地方 它影响到了我们观看整个画面的画面重心 这边有个高光 然后它影响到画面重心了 所以对于这个画面来说 我要把这个地方给关掉 好 对于这个画面来说 我的习惯偷懒的话 我直接就用这个总结点去开 这是比较一个偷懒的办法 到这边 然后 画光下 然后发现不够大 再大一点 这是一种比较偷懒的办法 那你可以在后面再追加几个节点 然后再把这个地方做得再舒服一点 比如说你再加一个这种渐变节点 反向 反向上阴影 那这个时候一般 我们如果在一些 美国他们的一些教学里面 他们很注重阴影的一些打法 他们非常注重那个HUF的一些比重 比如说高光是多少指数 那反之阴影过来的就必须要吃掉多少光 他们一个明暗的对比要做得非常非常的惊喜 这是别人的供应流程 那对于我们自己的供应流程来说 没有那么多东西 然后我们这边加一个这样的节点 这个节点干什么的 我们其实看了就知道了 因为我刚才一直说光光光啊 光是什么东西 你要从这里 要从这边找到光 那这边我就是在人造光了 信心的朋友应该都发现了 我其实在人造光 那为什么要设个框框啊 好可以看一下 这边我框框设好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起码差不多就这个样子 但我觉得好像雨画的不是特别厉害 所以我这边再进行一点雨画 再大一点 好 那我想要有一点室内钉胆的感觉 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可以去增加一点亮度 千万不要多 千万不要多 增加完亮度之后 在这个节点上面 fx进去 发光拖进来 拖进来之后我们可以直接拖第一个 喜欢的朋友已经懂了 这个到底是有什么用啊 这个其实可以是一个万金油 这边就叫你们一个超级万金油 室内发光工具 它可以用在任何小清新的画面 你们记一下 这个发光工具非常好用 不单在这一个面 发光工具可以用在任何一些 仿日系 仿小清新的 仿木幻的一些里面 你可以不用对你现场的 就是场地进行一些提前放烟雾 然后创造钉单 其实那种是比较高规格的 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做 那这也是一种非常非常 就是节省成本的一个方法 那我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你可以调整一下散步 个人习惯不要加太多 不然就有点假 假一点点就可以了 可能加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其实你可以控制这边的颜色 如果你可以就是颜色的话 你可以去控制一点橙色 或者是让它有一点点的 奇怪的颜色就不要了 请大家还是往橙色这边偏 像日光这样偏橙色 基本上我这边还是会选择白色 那不会选择其他颜色 好 然后这边做完了之后 这边做完了之后 就是最后一个 人物现在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想加个大一下 这块的一个光笔 还是在做结构的层次上面 那一样继续画这照 好 我想画在这一块 然后这一块的时候 整个做一个小曲线 其实这个时候就没有那么多 就是说你们所说的一些思路问题 就是感觉我觉得 我想突出什么 我就很明确的 我要突出什么地方 我想把哪个地方做好看 那这边我稍微加一点锐化 稍稍加一点锐化 好 那这个画面目前是这个样子 happy fun 好 这样子 好 然后接下来是怎么做 目前我们是得到一个 这样的一个原色的画面 那接下来之后 就是一个二条色 那今天是不加任何的LUT 因为我觉得都不适用 对于这个画面来说 我还是想偏向于它走蓝 那我个人喜欢是暗部是蓝 或者是绿 所以对于这个画面来说 指动亮度 亮度选取器 这边就直接去选择比较暗的地方 好 就多选一点吧 多选择 切记住这个节点 一定要坐在这个节点后面 不然你会发现你选的地方会比较多 这个地方就说明你这里面没做干净 你可以回到这个地方 继续去做这些节点 把这个地方再做干净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去反敲 你到底哪里块地方没做好 然后继续说 选完之后 选完之后 比如说我觉得 这个画面 我想突出一下绿色 加一点点 一点点就可以了 它加一点点就可以了 我想让这个暗部走绿一点点 甚至在这个暗部再增加一点 蓝 加一点点 好 现在我们得到一个这样的画面 我看一下befast 那这是原片 好 就做完了 好 整个就感觉 诶 我个人感觉这个质感 比我刚才舒服很多 好 然后我现在觉得这一块 人物的这一块 有一点亮 所以我在这边 这边告诉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反复做 真的会反复做 因为对于我一个喜欢的画面来说 我觉得这个画面我一定要好好做 有的时候会反复做 你不会看到 我正向这样 推下来 不会的 很多情况像是 我做到这个发现前面哪个地方还需要加工一下 我再到前面加 但是你的整个的一个节点图 我会分一期比较详细来告诉你们 我的节点图是怎么设计的 就是活一定要干干净 跟你分文件夹是一模一样的 这边动一下 包装 好 你看我这一步就是把 这一块压下来 因为我觉得它还是有点亮 我把这块再压下来点 这样看起来好像就没有那么强了 这也重点 然后我觉得我实必要在后面再加一块大的 让它过度起来更舒服一点 我还是觉得后面有点亮 但是这一块我想让它柔一点过度 所以我这一块这样下 整个是这样 然后下 然后看一下从哪个地方下会比较自然一点 我觉得它会有一点太难了 对于这一块来说 我个人觉得有点太难了 怎么办 我们可以这样玩 这一块还是有点不自然 我觉得应该回到这一块节点去动 对就是这一块节点 这一块我觉得不要让它那么懒 其实最好的还是画遮罩 然后把这里做大 好 只是因为我懒 好了 这边交了差不多 就是只是因为懒 好 对于这个画面来说 好 目前是这个样子 这边到时候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就是对于自己的画面来说 也可以去 好 这边也可以去 好 对于这个画面 无视掉这个 好 目前会觉得 现在感觉还不错 然后回到这个页面 继续对脸部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微调 对于这边的话 我就想加点尘 因为整个画面 你看偏绿偏蓝 所以我肯定是要往尘红 这个地方跑一点 所以我直接就对高光这边 加一点尘 好 这边加完之后 回到这一步 然后我们再加一步 这一步干什么 我们直接色彩平衡一下 好 比如说在这边的色相饱和度这边啊 色相饱和度这边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画面中特别不协调的 拉最满的时候 我会发现 但是尘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哎 我是不是应该把 整个的尘色往上走一点 让它整个显得稍微和谐一点 就整个颜色的配比 我个人想让它和谐一点 好 然后 第二个就是在亮度 亮度饱和度 亮度饱和度的意思就是左边是最暗 右边是最亮 左边最暗的饱和度 暗掉 暗部饱和度提 但是大部分的像素现在都是在这一块 所以如果你要对这一块进行一些精细化操作的话 还是需要 去一点点去调的 你可以写 这个就是完全看个人风格了 从这边开始有个人风格 特别黑的地方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做干净 因为很多人 因为我们把暗部调蓝调绿了之后 有些很黑的地方也变蓝和绿了 这个东西就可以让你在这块地方 把一些本身很黑的地方还原到很黑 这样可以还原一些层次 好 目前是这个样子 好 目前是这个样子 好 对于这个画面来说 现在我觉得还需要调什么吗 对于我来说 好 可能 无非就是最多就是在高光的地方 我们上一点二级 高光我可以再选取一点 往橙或者是往红这个部分片 现在就是看个人风格 有的时候 你有的时候是绿黄蓝 可能一片黄一点 旧一点这种感觉 或者是这种纷纷的我不喜欢 好我们现在定调到这样一个地步 然后我们可以跟刚刚我就是上一次调的时候做个对比 因为我一直说不可能两次调到一模一样 你看 我明显感觉到我已经不喜欢刚刚调到那个颜色了 我就喜欢这个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删掉了 其实如果定定心心下来 定定心心下来一个个做的话 其实是可以慢慢进步的 这就是一个进步的一个方式 就是你一定要慢下来 让自己有思路去做 但是如果你就算做的不好 至少你的思路是在走 你可以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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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推下来 我个人觉得这个目前我个人觉得蛮好的 好然后对于这个画面来说 现在的高光可能有点缺 你可以去增加整个高光的表现 让高光突出一点 然后把你整个下面 做出来一点 像这样 有点发散性的高光 但是如果你觉得对比度有点强的话 你可以再下来一点 你可以每个去这样拉动一下 一定要去试 不是说我够不够 我怎么知道够不够 你只能去自己试 一点点去试 很多东西都要自己试出来 我们之前就是拿着素材不停的恋 诶 就乱调 调到最后觉得这样好像还蛮好的 这就是 整个画面里面 这里有细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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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细节 同时 其实什么东西都有的一个感觉 这边还做的不够好 这边做的不够好 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再加一个 最后怎么玩 最后就是如果你觉得还是有点死黑 我们就把整个画面提上来 还有一种办法 还有一种办法是这边地区柔化 提上来 提一点点 它就会把地区的一些低屏切掉一点 然后高屏 然后高屏再切掉一点 好 这个时候我觉得已经完成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噪点问题 还是有一点颗粒噪点 但这个颗粒其实对于质感来说没有太大的破坏 可以看到这样 然后我们回到第一个页面里面 我们直接对这边进行一个较好的颗粒修复 好 看到它已经好很多了 那这个质感来说 好很多了 对于电脑不好的一些同学啊 这个时候你们的电脑已经开始 有翻译了吧 我估计 好 这个是今天的一个调色教程 不是调的最好的 但是至少我把这个思路告诉你们 还是和之前说的一样 一记调色一条色 结构结构结构 然后就是偏色偏色 至于怎么偏 就是看你们自己的想法 和你们所看的一些电影 有的电影是冷暖 有的电影是青蓝 有的电影是陈蓝 很多 然后还有些老电影 其实有的人说好看 有的人说不好看 都是追随于自己 都有套自己的原则 所以风格才有那么多 你看到LUT 看那么多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 就是非常喜欢的颜色 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很多的颜色 每个人都很喜欢 但是我这边可以告诉大家一点 就是 都可以不断进步的 如果你想不断的去检验自己的颜色 做得好不好的话 我有的时候会这样 就是到这边 然后启动一个黑白 很多人应该知道高级灰是什么东西吧 但是可能你们不太理解 高级灰 真正的一个 含义 它是代表着一个物体的层次 从最黑 到最白的一个层次 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跟你们量化 我只能跟你们说 我现在还没有毕业 我现在还在练习 我不会把画面做到 就是黑色的过度还不够 但是我至少可以把黑色的过度做到还可以 目前我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其实有的时候你们可以把画面调到黑白 去练一下 去看看自己的画面到底好不好看 这边可以说一下 但凡是一些电影的调色师 他们做出来的所有颜色 你把它直接调成黑白 也是非常好看 明暗分明的 他们的一个Huff做得非常非常好 那这一期比较完整 因为我之前做的东西都比较快 那只是教方法 那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学会 所以比较可惜的一点是 这条片子还没有出 然后是有关于艺人的 然后产品反正你们也看不见 所以我也不担心 这边就是跟大家说 你们这个素材可能要之后 我可能会发送给你们 你们现在可以找到自己的素材 或者是拿到我之前日本的一些素材 可以先练 这一类的就是比较偏暗黑系的一些拍摄 希望对大家帮助